这个年轻人可能就是我的接班人 这是一部对AC米兰管理层所说的一句话 能让高奥的一部夸奖的肯定不是一般人 他就是当时尚未转会到尤文图斯 如今已经成为全球身价第四的塞尔维亚前锋 弗拉霍为奇 短短一天时间 他的身价就从3900万欧涨到了8500万欧 比弗拉霍为奇更贵的前锋 只剩下姆巴佩 哈兰德和凯恩这三个人 而斑马军团的球迷 则统统化身为这个男人 真行 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 弗拉霍为奇出生在当时的南萨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 越是动荡的年代 越需要强身健体 年幼的弗拉霍为奇最早接触的是篮球 仅仅是因为篮球馆与他家特别的近 打了两年篮球后 他才开始接触足球 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15岁 弗拉霍为奇就和贝尔格莱德游击 签下了第一份职业活动 随后就被主帅安排在U19梯队 征战青年联赛 结果他面对比自己大三到四岁的对手时 法拉霍为奇依旧大杀死光 从此 他的足球生涯开始像火箭一样扶药至上 第二年他年满16岁时 便穿上了游击队的9号球衣 在16岁024天的时候 成为了游击队历史上最年轻的正赛出场球员 一周后 在对阵红青队的比赛中 他打破了由黄马前锋约为奇保持的 永恒德比中最年轻的出场记录 又过了一个月 以十周所赢65天的年龄 成为了游击队历史上最年轻的正赛进球队 2017年的夏天 弗拉霍为奇赶在诸多竞争对手之前 将弗拉霍为奇带到了亚平米 转会费只有区区的190万欧元 在这里 他像海绵一样汲取养分 等到20岁的时候 弗拉霍为奇已经获得了跟偶像一部 同场竞技的机会 虽然前三次交手 他并未打开自己的进球账户 但到了本赛季自败和4比3战胜AC米兰的比赛 则成为了弗拉霍为奇的代表作 他在偶像面前奉献两球一注 两人在赛后的握手 不仅像是一种传承 更像是一首命运交响曲 过去的一年 对于弗拉霍为奇来说 非常的美妙 20到21赛季 他工委佛罗文赛 打入21球 这儿自05到06赛季卢卡托尼以来 首位单赛季联赛进球数 超过20的4百个球员 而上一位达成20厘以上进球的外援 他是99到2000赛季的 巴底斯普塔 弗拉霍为奇的2021年全年自然年 共打入33球 追平了C罗的记录 在五大联赛中 更是仅次于来万亿人 4月17日 他在上天50的一个投球 不仅帮助老夫人占平布罗尼亚收获积分 他则以22岁078天的年龄 成为了一家打入50球 第二年轻的外籍球员 只比排名第一的帕托 挖了三个月而已 弗拉霍为奇的表现 可真为短刀速滑中监控 放极了 游玩球迷已经开始收获 来自弗拉霍为奇的回报 下赛季 他们肯定将收获更多